像这样子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三个地方编好了 那这个最外侧的两个爪钻出去的话大概就是0.6公分左右 做个记号 就是要编0.6公分左右 也是一样同样的方法 那我们就也是一样是要由内侧 注意这个就是起边跟结束边从头到尾都要在同一侧 编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就是暂停一下 线不要剪断 但这个短的我们可以先把它剪掉 最后一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由右到左 所以可能就是顺手 就是在手势上比较没有那么顺 那这个我们先不要剪断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下那个 吹 那一边调整我们要一边的比对一下 那如果说我觉得上面的那个位置就是线编的不太够的话 你也可以再多编几段上去 等一下如果太多再把它拆掉就好 因为等一下这样折90度之后 你可能会很难去编制它 所以我们就我有再多编一两段 然后就把这个半圆线可以剪断 那记得一样要在内侧 让它这个就是中间点就是交叉点 要对齐到这样子 看是不是我们要的大小 然后同时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爪子 爪子要等高 像这样子右侧比较高 我们就要再稍微调整一下 比一下大小 因为这个贴子桌面是非常难做 所以我可能又要离开镜头 那不会就是把它调成就是 让它是这个刚好放进来 是刚好包覆着这样子 贴在这个框的刚刚好这样 像这样子我们就调的差不多 跟这个告石的形状差不多这样子 那我们要试看看把这个告石 摆在这个上面 它是不是可以固定住 好这个方向可以固定住 好 那就是因为这个爪子放下来之后 它就不会跑 不会往 就至少这个底部它是固定住的 那我们上面再稍微就是 爪子往下翻之后 它就基本上它是可以固定住的 好 那这个摺90度角的这个四条线 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要让它是这样子 四条线对四条线 不要这样乱行把它平放 是这样子 除了这点 像这样 侧面看起来就是1234 那另外那一面也是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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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是这样子 并行的这样子 好 那就是可以取这个28居下 先把这个地方稍微固定一下 那固定的时候呢 那固定的时候呢 我们由外面往里面 大概一公分左右的位置就好 不要太长 然后把所有的线一起来固定 拉近一点 那取这个后面的 背面的这个左右各两条线 最外侧 各两条线 这是最后面的 最接近这一面的 这一点短的线可以先紧过 然后用这个细的五段棒工具 或者是筷子 筷子也可以 然后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 你想要你的最耳多高 你就留在那个位置 把这个四条线往下折 放高一点最好就比较大 那如果最好不要太大的话 就把它放在比较 上来一点点的地方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地方 这个 反折下来的这个地方 以这个圆柱前工具 折住四条线 由内往外 由下往上推 让它接近这个起始点 这个地方 然后再用这个二十八具线 把所有的线 倒起来 要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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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圈 再把这条线剪断 再把这条线剪断 留大概一公分左右 留大概一公分左右 以尖嘴前 将四条线反折上来 这样从侧面看 就是一个小蝴蝶的尾巴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来把这个告示放进来 平放 平放 然后再把这个 爪子 往下推 折下来 这个前端往下折 那这个上面的剩下的线 我們就可以收個小幾個小圓 就把它結束掉 或者是要做造型都可以 那這個最好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稍微打開一點點 那這個我都直接收小圓結束就好 因為主體並沒有很大 你也可以直接剪斷再來收 因為每一個人做的這個地方會不太一樣 這個耳朵 這個最耳的地方 如果你覺得做得不夠漂亮的話 你可以就是收幾個螺旋在這個地方 把它做結束 油外往內收的螺旋 前端是紫的 不要 直接剪斷 因為如果這個耳朵它有一點點高度的話 做個東西在這裡擋住 比較不會那麼單調這樣子 這是要有平衡的問題 這是要有平衡的問題 那因為它是方線 你也可以把它捲成螺旋 捲成螺旋的線 那我們只需要就是 夾住前端 它就會變成螺旋 那這個螺旋 那這個螺旋你可大可小 可以選這隻喜歡 我可以選擇 1萬3 1萬2 1萬3 1萬4 2萬3 2萬5 1萬4 2萬4 2萬4 1萬4 2萬4 2頓 2萬4 2萬5 2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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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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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萬4 2萬4 那我觉得三个螺旋就够了 那最后那一条线我就直接剪短短的 卷一个小圆就结束掉 这边方线有一点点硬 所以你可以用工具辅助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一个 就是以这个爪相技法编制的一个坠纸 Hammer 很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